在一个宁静祥和的小镇上 住着这样一户富裕的人家 有爸爸妈妈和姐姐弟弟 因为家里有钱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姐弟俩过得很开心 突然有一天 妈妈不小心把爸爸心爱的一个古董摔碎了 爸爸很生气就把妈妈赶出了家门 妈妈很伤心 也不舍得离开这个家 但爸爸就是不原谅妈妈 于是妈妈对两个孩子说 你们的爸爸要跟我离婚了 有谁愿意跟我走的 这时姐姐和弟弟哭得很伤心 姐姐虽然很舍不得妈妈 但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就留下跟着爸爸了 而弟弟呢 他想着晚上没有妈妈根本睡不着觉 所以弟弟就选择跟着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后来妈妈带着弟弟 在外面找到了一个破烂的房子住了下来 因为没有钱 所以妈妈很努力地赚钱 白天在地里干活 晚上就在家里做酿酒 妈妈酿的酒很香 很多人慕眠而来 只为了买妈妈酿的酒喝 不到一年 妈妈酿的酒卖得越来越好 也赚了好多钱 他和弟弟过上了好日子 而爸爸呢 自从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家里再也没有人做饭 爸爸因为吃不到美味的饭菜而心情烦躁 动不动就出去喝酒 也不干活了 姐姐因为不会做饭 好几次都快饿死在家里了 过了两年 家里的钱花光了 爸爸就成了路边的乞丐 每天都在乞讨着 姐姐不想跟着爸爸一起乞讨 他就选择离开了爸爸 自己出去寻找食物来养活自己 这天姐姐实在太饿了 他挨着饿走在路上 突然碰到了妈妈和弟弟 他们看到姐姐鸡肠乐露的样子 就给了姐姐很多食物 后来姐姐就跟着妈妈和弟弟一起生活了 而姐姐在家里也学会了做饭做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贫穷不可怕 好吃懒做才可怕 只要啃努力 用我们勤劳的双手 一定可以过上好日子的 我们下期见